夏秋,小也會有夏秋的啊 對啦 所以我覺得那一串好真的是很重 所以我一直在跟我們講 我媽以前有管理過,發育之後 你一定要穿衣衣,穿好衣衣 我媽一定要穿衣 我從小就一直覺得 對,要跟一馬講這件事 所以她現在開始也慢慢慢慢 因為他們同學都在發育 所以她知道 所以她開始就有一點 我看到她好像應該要發育了 媽媽妳趕快帶我去買衣衣 所以她有要求 她就會知道我這個 她也知道我要穿 差不多開始了 因為我碰到五年十五 她主要求我們要加上去買 對啊 她會喝過 妳知道她現在還沒有 她現在就是那種正常發育 妳經濟還沒有 妳經濟不下禮拜我 我真的覺得很美 不是 不是 我們吃飯也過過我們今天啊 對 我們走在一起走 所以都把妳走 對對對 妳去拿過什麼做 那妳去拿過什麼做 就是跟媽媽簡單吃個飯啊 然後送媽媽想要禮拜 送什麼 呃 是她想要 比較難收藏的高粱 所以就在想辦法 媽媽內衣 她只是她想的高粱 好吧 她可能突然高粱之後再穿內衣 為什麼是這樣的順 所以你才突然高粱要穿內衣 後來開始脫彩之後要穿 希望 我每年真的不堅強 就是看Emma有什麼樣的心意 她都會送嗎 她去年好像 去年好像沒送 還是卡片 去年好像沒有 好像是卡片 她就是學校 有一天我就收到一個明信片 然後這年那誰在進去 結果一打開那個圈 吳云甄女士 誰就是誰 漫為禁商 我想說 這一看就是學校逼她們寫 你知道嗎 她很跳耶 對啊 五次都來了 她會寫 就老師逼她會寫多窩心 我還說這課照的 吳云甄女士 我們清潔快樂啊 祝你這麼偉大的節日 這樣子這樣會怎麼 對啊 不會啦 她平常就很貼心 所以其實在課的節日 是啊 像那一天我去 我帶個兒子去吃飯嘛 然後那天拖到怎樣 就喝到可能 是 有 味精的那種糖 然後我對味精很難 然後那天就開始投入 然後就一路 照顧我們家 對啊 然後就在車上她就 叫我糖 就是她平常都一定很貼心 對啊 對啊 所以我覺得就是 她們是有幫忙的啊 對啊 所以我覺得就是 她們是有幫忙的啊 對啊 她們是有幫忙的啊 對啊 就送花啊 明年 母親節其實會 固定會找到 很舒服的版啊 對啊 但是 不會 沒有送禮物啊 就是吃花 然後吃鮮養吃 明年我跟佩晨都會一起嗎 我跟佩晨都會一起 對啊 我跟佩晨都會一起 對啊 沒有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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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 沒有欸 第一次 那我覺得哇 真的很累 所以那是發稿 發稿 最難的地方就是回去要挑過 然後每次因為布卡 都是這樣一小時 然後每次要摸那個布卡 要摸超久 然後你知道摸越久 就會越分辨不出來 然後我就一直摸一摸 然後覺得說 有時候挑了這個布卡 做出來衣服 好像感覺 整件材質又不是你想要的 然後就 就是會一直穿 然後比如說 因為我真的也沒辦法來看眼睛 但是 所以他們也很配合 就是常會把布卡寄到我家 所以我下班回家要穿洋衣 然後再告示他很愛 什麼 然後再這樣子 就覺得還蠻 蠻累 等上是蠻研究 因為可以學一個新的東西 好 好 嗯 跟他們的合作 不是已經潛行嗎 不會啊 因為我們很少在相處 他們都會把布卡寄到我家 然後可能在現場拍的時候 他們會來拍東西 但我覺得他們都蠻可愛的 真的是年輕美女 很有衝勁 然後我覺得 天都沒有負責吃 目前還沒機會 對 那目前有幾位啊 目前在幫我的這個品牌做的 對 吃到我的胃口 但是其實也不能只是專屬我的 因為 其他還有糖糖 還有其他的一個牌子 所以大家都是很棒的牌子 因為我不想再說 給我 y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